大家好我是Aphra 欢迎大家来参加 How to identify your career potential的课程 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找到适合我们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我们人一天工作的时间大概有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工作 所以工作你把它想象成你的伴侣 你要花很长时间跟他相处 所以找一个好的伴侣来相处是很重要的 适合的 这堂课不是要你说我就是适合业务工作 我适合行销工作不是 这堂课都是在帮你定位自己 你到底喜欢什么东西 你觉得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你是最开心的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 然后去找到有哪些工作是适合我的 我会建议如果你是想来上课 然后你就找到一个梦想的工作 那这堂课会让你失望 可是我觉得找工作很像找伴侣一样 外面有这么多好的人 可是你到底适合哪一个 那这个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想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你喜欢怎么样的工作 会让你很开心 那透过这个开始 然后你条件设出来了 对的人就会过来了 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啊 很多的人他会说 我以前我做社工的 我只能继续做社工 我做业务的只能做业务 可是这堂课啊会帮你拆解 就社工里面有哪些元素是我喜欢的 业务里面有哪些特质是我喜欢的 我们怎么样把它重新组合到一个 你从来没想过的领域 然后大家会互相帮忙 brainstorming 这一堂课啊跟外面上课不一样 你不会坐在那边两个半小时 然后就哇 我找到我的梦想工作不会 你要做很多的投入 第一个我们会带你回到以前 比较年轻的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找工作 我们会去看外面 现在你流行什么工作 可是透过这堂课 我们希望你回去看你以前自己 你喜欢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会像侦探一样 把一些拼凑出来 然后我们带着你去做一些 比如说我想当邪星 我接下来我做的第一步是什么 绝对不是说我立刻去电视台印证 No 我的第一步可能去找一个邪星来聊聊天 我都开玩笑说我是邪杠中年 我以前是口译员 然后我做过外电记者 然后我做业务 做行销 我讲课 我主持 所以我有很多元的身份 我们School of Life 台北见 我们School of Life 台北见